大家好,欢迎来到休闲时刻频道 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三类食物 这些食物虽然很美味 但是对我们的骨骼健康是个大威胁 所以我们最好要尽量减少它们的摄入 第一类是咸菜,很多人都喜欢用咸菜来配馒头 但是咸菜中含有大量的盐分 如果我们的身体中纳离子超标了 就会跟钙离子一起从体内排出 这会导致我们体内的钙元素流失 长期吃咸菜可能会对骨骼健康造成威胁 所以最好要少吃咸菜 第二类是肥肉 肥肉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脂肪 如果我们摄入过多的肥肉 就可能会导致肉量超标 胆固醇含量升高 最终引起肥胖 肥胖会给身体的各个器官带来压力 同时也会影响我们的骨骼健康 此外 脂肪的消化吸收需要肝脏分泌 大量的胆质参与 身体中胆质分泌过度 消化系统就遭到破坏 也会影响人体对钙质的吸收 同样不利于骨骼的健康 如果骨密度持续下降 久而久之就会导致骨骼强度减弱 脆性增加 严重的还可能出现骨折 第三类是浓茶 浓茶中含有较多的咖啡因和茶碱 不仅会影响钙的吸收还会加速钙的排出 更容易又发骨质出松等疾病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茶的时候最好选择淡茶 另外如果想要有效的补钙 不能盲目 促进钙的吸收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可以多晒太阳 因为晒太阳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 活性维生素D可以帮助我们吸收钙和磷 同时多做运动也可以刺激骨骼发展 增强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减少钙质流失 延缓骨骼老化 还能促进钙的吸收 所以大家要多多关注自己的饮食和运动 保护好我们的骨骼健康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点赞收藏 请不吝点赞收藏